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百三十集 夏子玉去商都了 王建华说 夏子玉为了夏长征去了商都 派出所那边反馈回来这消息时 夏小兰就摇头 她肯定跑了 刘芬一时没听明白 她能跑哪里去呀 她爸还关着 她妈也在京城 公安现在连她妈一块抓了 你呀就是太老实 你以为个个都像你闺女 不管走到哪里都要烧上你这个当妈的 于奶奶笑留分天真 留分后知后觉 你们的意思 夏子玉把她爸妈丢下 自己跑了 夏小兰觉得是这样 她连王建华一块骗了 介绍信拿到手 肯定不会去商都 现在只有一封介绍信 不知道她田的名字是什么 也不知道她的目的地 夏子玉要是不跑 这事不一定能落到她头上 她这是自己吓坏了自己 这一跑妥妥的畏罪潜逃 夏小兰都不知道说她是笨还是聪明 但心狠是绝对的 之前和王建华爱得要死要活 跑路前还坑了王建华一把 瞧王家之前给王建华造势 还想当什么先进标兵 这下子是协助夏子玉跑路 他说不知情就不知情了 先进标兵是别想了 起码会挨一个处分 王建华这是掺和到了刑事案件中 夏长征和张翠又不是养父母 夏子玉连张翠一块瞒着 张翠还傻乎乎的在出租房里等 夏子玉的心狠可见一斑 夏子玉这一跑 辛苦多年才有的生活毁于一旦 又毒又狠 夏小兰不得不重新评估 夏子玉的危险等级 有一个这样的敌人在外面自由活动 夏小兰晚上睡觉都不舒服 夏子玉能跑哪儿去呢 你修埋名在华国某个地方待着 现在的户籍管理不透明 但绝大部分正规的单位 都要介绍信证明身份 越是小的地方 越是不好藏 只有户市和阳城那种大城市 滋生的阴暗面多些 藏起来就容易很多 藏起来就意味着要低调生活 起码在追溯期内 夏子玉不能出头 其实夏子玉就算真的顾凶伤人 也判不了几年 毕竟夏小兰本人没受重伤 夏子玉顾凶伤人 更多的是此事的恶劣性质 车中了玉南教育界的废管子 她不会甘心隐姓埋名 能去的地方也就只有香港 杜赵辉 她会去找杜赵辉 杜赵辉会不会把人交出来 杜赵辉这人办事很邪性 夏小兰觉得不能奢望杜赵辉配合 要抓夏子玉 得在夏子玉和杜赵辉会合以前 夏小兰把自己了解的情况 和公安说了 涉及到港商 这件事还真没那么顺畅 有一点倒是确认了 夏子玉是真的没有到商都 王建华在派出所里听到这消息 顿时沉默 公安让家长轮流给王建华做工作 杜赵辉哭哭着求王建华别犯傻 开始替夏子玉办介绍信 还能说不知道她要潜逃 现在再瞒着她的去处 就真是协助她逃跑了 妈 我是真的不知道 王建华低着脑袋 眼睛里全是红血丝 王广平让冉淑玉闭嘴 压低声音 既然你一开始就说不知道 以后也要咬死这个处方 你也是受害人 是被夏子玉骗了 你懂不懂啊你 王广平恨铁不成钢 可这时候捞儿子最重要 派出所让王广平做工作 王广平选的 是对王建华最有力的说辞 王建华张张嘴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王广平一拍桌子 你和夏子玉的关系到此为止 当你从派出所出来 主动到你张叔叔家多跑几趟 现在你是被动的一方 不知道你张叔叔还同不同意 看你自己表现 冉淑玉恨不得将夏子玉 那小剑人乱刀砍死 他之前还嫌张局长的女儿 是二手货 现在可不敢再挑剔了 能稳稳抓住张局长的女儿 已经是眼下最好的选择 根据夏小兰提供的线索 公安联系了阳城和鹏城那边会合 夏小兰自己还拜托了汤红恩 如果夏子玉真的去投靠杜赵辉 只要露面就是自投罗网 然而两周时间过去 却一直没有夏子玉的消息 他就像一滴水融入海里 似乎在偌大的华国消失了 一点痕迹都没有 现在没有身份证 没有监控 夏子玉使用一张只有公章 自己填写的介绍信 短时间内把它翻出来不容易 夏小兰猜到多半是杜赵辉帮忙 却一点证据都没有 杜赵辉那种人利益至上 夏小兰要是能为对方提供的利益 大于夏子玉 杜赵辉肯定会把夏子玉交出来 可夏小兰能替杜赵辉提供什么 在彭城医院的时候 杜赵辉说得清楚 他要和夏小兰合作 看重的是夏小兰和汤红恩 康家还有周家都有关系 夏小兰能和他交换的 也只有这些 这是牺牲汤红恩等人的利益 去和杜赵辉交换 夏小兰才不会做这种事 一个夏子玉 还不值得夏小兰把自己的路走断 和康伟的友情 唐红恩对他的关照 周家仁对他的袒护比 哪个都比夏子玉更重要 五月初 夏子玉出逃两周后 还没有消息 这事基本算是尘埃落定 夏子玉是煮饭 夏长征和张翠是从犯 夏长征直接出面雇凶 会判五年左右 张翠是三年 夏子玉没有抓捕归案 京城师范学院 公示了对夏子玉 开除学籍的通知 夏子玉开除学籍 王建华挨了一个处分 不知道王家求了谁帮忙 他的处分是静悄悄的 面对这结果 夏小兰有点意犹未尽 他肯定是高兴的 睁开眼睛发现自己重生到八三年 等待他的全是烂摊子 他还没来得及找夏子玉和王建华算账 夏子玉就跳出来阻止他考大学 结果他硬是考上了华清大学 夏子玉混得一日不如一日 如今夏子玉是潜逃的罪犯 还被师范学院开除 两人的境况几乎算是彻底颠倒 除了人跑了这点 夏小兰整体比较满意 他有一个预感 很长时间内 夏子玉都不会成为他的困扰 王建华 王建华有什么资格和他争个高下 一个大男人 一边标榜着自己有能力 一边吃软饭吃得不亦乐乎 夏小兰真的很难将他当成对手 夏小兰现在面前摆着两封信 信是关惠娥给他的 所以夏子玉真是贼心不死 逃跑时连亲妈都顾不上 还有心情揭露我的黑历史 大家好 我又来了 最近这个主播们都很忙啊 因为毕竟是年底了 基本上都有各种事处理吧 大家体谅一下 有可能是两更 有可能是爆更 看运气吧